第十六天 与患难的人修妻与共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 这样 我们也当初到营外 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记得大学毕业时 我就读的社工系一位老师 对我说过一番话 大概的意思是 无论遇到什么 都不要被其他 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影响你成为一位尽责的社工 当时的我还未踏入职场 尚未深深体会人心的挣扎 以及职场环境里的种种拉扯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 是整卷书的结语 作者语重心长地提醒读者 不要被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 作者要读者回想 从前那些在属灵成长的道路上 曾经引导他们 把福音传给他们的那些人 勉力读者要效法他们的信心 我们能够称为上帝的儿女 是因为耶稣道成肉身 成为完全的人 他就是那被大祭司 带入至圣所的祭圣 以一次献上并永远有效的赎罪计 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 得以完全 作者劝勉我们 即使整个世界充斥着许多 悖逆上帝的价值观 我们不要灰心丧志 不要试图在纷乱的世界里 只求自我保全 因为基督也在城外受苦 我们也当出道营外 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非常欣赏德国神学家 莫特曼的思想 尤其是他在盼望神学艺术中 所提出的重要观点 他指出 人们陷入贪婪 和只关心自己的窘境 主要是因为缺乏彼此的羞气与共 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德国在近十年间 接受了约两百万中东地区 非洲等地 因战火 宗教迫害等因素 而逃离家园的难民 尽管这对德国民众利益 造成一定影响 但德国却没有单顾自己 而是承担照顾这些 受不同原因 而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群体 将临期是我们等候 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作为跟随基督的人 我们需要以时代的终局 来调整我们今天的生活态度 警醒但怀着喜乐的心 等候主的再临 即使世界纷乱 我们也不要灰心丧志 反而要效法那些 曾经引导我们的信心榜样 走出营外到基督那里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反思 在日常生活复杂的职场里 你会选择省却麻烦 把个人利益视为第一优先考虑 还是你会默想起主耶稣的爱 因为遵行主耶稣的嘱咐 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呢 祷告 主耶稣啊 求你帮助我 不要被怪异 心颖 而不合乎你的教训 勾引了去 帮助我 常常与你连结 以至 我在遭受压迫困难的时候 仍然以喜乐 时刻警醒的心 等候你的再来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今日读经 西伯来书十三章 七到十七节 从前引导你们 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你们不要被那 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 因为人心 靠恩德兼顾 才是好的 并不是靠饮食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 从来没有得到益处 我们有一祭坛 上面的祭物 是哪些在账目中 供职的人 不可同吃的 原来 牲畜的血 被大祭司带入圣所 作赎罪祭 牲畜的身子 被烧在营外 所以 耶稣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 我们也当出到营外 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们在这里 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诞为祭 献给上帝 这就是那承认 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只是不可忘记 行善和捐输的事 因为这样的祭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要依从那些 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 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 有快乐 不致忧愁 若忧愁 就与你们无异了